《红楼梦》 第二回 贾夫人先是扬州城 棱子兴演说龙国府 幽兔笑谈 制作 诗语 一局输赢 料不真 香消茶尽 赏群学 欲知目下 兴衰兆 虚问旁观 冷眼人 却说封肃因听见公差传唤 忙出来陪笑启问 那些人直嚷 快请出真爷来 封肃忙陪笑道 小人姓封 并不姓真 只有当日小婿姓真 今已出家一二年了 不知可是问他 那些工人道 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 因奉太爷之命来问 他既是你女婿 便带了你去亲见太爷面饼 省得乱跑 说着 不容封肃多言 大家推用他去了 封家人个个都惊慌 不知何照 那天约二更时 只见风宿方回来 欢天喜地 众人忙问端的 他乃说道 原来本府新生的太爷姓甲名画 本贯湖州人士 曾与女婿旧日相交 方才在咱门前过去 因见交性那丫头买线 所以他只当女婿 一住于此 我一一将缘故回名 那太爷到伤感叹息了一回 又问外孙女儿 我说 看灯丢了 太爷说 不妨 我自使翻译务必探访回来 说了一回话 临走道送了我二两银子 甄家娘子听了 不免心中伤感 一宿无话 至此日 早有与村前人送了两封银子 四批锦段 答谢甄家娘子 又积一封密书与封诉 转托问甄家娘子 要拿交性做二房 丰诉喜的屁滚尿流 巴不得去凤城 便在女儿前一例 窜多城了 城夜只用一城小叫 便把交性送进去了 与尊欢喜 自不必说 乃丰百金赠丰诉 外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 令其好生养善 以待寻访女儿下落 风速回家无话 却说交性这哑环 便是那年回顾与村者 因偶然一顾 便弄出这段事来 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缘 谁想他命运良极 不成望 自到与村身边 只一年便生了一子 又半载 与村嫡妻忽然极下事 与村便将他扶侧作 正是夫人了 正是 偶因一招错 便为人上人 原来 与村因那年是 隐赠银之后 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 至大笔之期 不料他十分得意 已会了进士 选入外班 今已生了本府之府 虽财干又长 未免有些贪酷之弊 且又是财武上 那些官员皆侧母而逝 不上一年 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 做成一本 残他生情狡猾 擅转礼仪 且估清正之名 而暗截虎狼之属 致使地方多事 民命不堪等于 龙颜大怒 急披革止 该不文书一道 本府官员无不喜悦 那与村心中 虽十分残恨 却面上全无一点怨色 仍是嬉笑自若 交代过公事 将历年做官机的些资本 并加小人鼠 宋至原籍 安排妥协 却是自己担风秀乐 游览天下圣祭 那日 偶又游至围阳地面 因文德金碎挫正点的是 林如海 这林如海 姓林明海 婊子如海 乃是前科的炭花 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 本贯姑苏人士 今清点出为巡颜御史 到任方 一月有余 原来 这林如海之祖 曾习过猎猴 今到如海 夜经五世 起初始 只封习三世 因当今龙恩圣德 远迈前代 额外加恩 至如海之父 又习了一代 至如海 便从科地出身 虽系中顶之家 却亦是书香之族 只可惜 这林家之术不胜 子孙有限 虽有己门 却亦如海聚士唐族而已 没甚亲之敌派的 今如海年已四时 只有一个三岁之子 偏幼于去岁死了 虽有己方姬妾 奈他命中无子 亦无可如何之事 今只有嫡妻甲氏 生的义女 辱名待遇 年方五岁 夫妻无子 顾爱如珍宝 且又见他聪明清秀 便也欲使他读书 时的几个字 不过假冲养子之意 了解西夏荒凉之叹 宇村正值偶感风寒 并在旅殿 将一月光景方建狱 一因身体牢卷 二因盘废不济 也正欲寻个合适之处 暂且歇下 姓有两个旧友 亦在此境居住 因闻得严正欲聘 一席宾 与村便相托有力 谋了进去 且做安身之计 尿在指一个女学生 并两个半读丫鬟 这女学生年幼小 身体又极切弱 功课不限多寡 故十分省力 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 谁知女学生之母 假释夫人一击而终 女学生试汤奉药 守丧尽哀 遂又将词馆别途 林如海逸令女手制读书 故又将她留下 今阴女学生哀痛过伤 本次气弱多病的 触犯旧症 虽连日不曾上学 与村闲居无聊 每当风日晴河 饭后便出来闲步 这日 偶置锅外 一欲赏见那村野风光 呼信不知一山环水旋 茂林深竹之处 隐隐地有座庙宇 门向青腿 强远朽败 门前有鹅 提着智通四三字 门旁又有一副就破的对脸 月 身后有欲望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 与村看了 音响到 这两句话 闻随浅进 奇异则深 我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厦 倒不曾见过这画头 其中想必有个翻过金斗来的意味可知 何不进去试试 想着走入 只有一个龙中老僧在那里主舟 玉村见了 便不在意 急之问他两句话 那老僧祭龙且昏 齿落舌顿 所答非所问 玉村不耐烦 便仍出来 一遇到那村寺中 孤饮三杯 已住也去 于是款步醒来 将入寺门 只见坐上吃酒之客 有一人起身大笑 接了出来 口内说 奇遇 奇遇 玉村忙看时 此人是都 初中在古董行中贸易的好冷子星者 就日载都相识 玉村最赞这冷子星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 这子星又借玉村斯文之名 故二人说话投机 最相契合 玉村忙笑问道 老兄何日到此 地竟不知 今日偶遇 真其远也 此星道 去年岁底到家 金音还要入都 从此顺路找个必有说一句话 成他之情 留我多住两日 我也无紧事 且盘缓两日 待月半时也就起山了 近日 今日必有有事 我因贤不至此 且歇歇脚 不欺这样巧遇 一面说 一面让玉村同席坐了 令整上酒窑来 二人闲谈蔓延 绝些别后之事 玉村音问 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 此星道 倒没有什么新闻 倒是老先生 你贵同宗家 出了一件小小的意识 玉村笑道 地族中无人在都 何谈几次 此星笑道 你们同姓 岂非同宗一族 玉村问是谁家 此星道 荣国府贾府中 可也电辱了先生的门楣吗 玉村笑道 原来是他家 若论起来 韩族人盯却不少 自东汉贾府以来 支派凡胜 各省皆有 谁逐细考察得来 若论荣国一知 却是同仆 但他那等荣耀 我们不便去攀扯 至今故月发生疏难人了 此星叹道 老先生修如此说 如今的这宁容两门 也都消除了 不比鲜石的光景 玉村道 当日宁容两宅的人口也极多 如何就消除了 棱子星道 正是说来也话长 玉村道 去遂我到金陵地界 阴玉游览六朝一记 那日进了石头城 从他老宅门前经过 街东市宁国府 街西市荣国府 二宅相连 竟将大半条接站了 大门前虽冷落无人 隔着围墙一望 里面听电楼阁 也还都争容宣倦 就是后一代花园子里面 树木山石 也还都有吻味阴润之气 哪里像个衰败之家 棱子星孝道 亏你是尽是出身 原来不同 古人有云 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如今虽说 不及先年那样兴盛 较之平常世幻之家 到底气象不同 如今生辞日凡 世无日盛 主仆上下 安抚尊荣者尽多 运筹谋划者无依 其日用排场费用 又不能将就省捡 如今外面的架子 虽未渗到 内囊却也浸上来了 这还是小事 更有一件大事 谁知这样 忠明鼎诗之家 汉末诗书之族 如今的儿孙 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于孙听说 也呐喊道 这样失礼之家 岂有不善教育之理 别门不知 只说这宁荣二宅 是最教自有方的 紫星探道 正说的是这两门呢 待我告诉你 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 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 宁公居长 生了四个儿子 宁公死后 甲代化洗了官 也养了两个儿子 掌明贾夫 至八九岁上便死了 只剩了次子贾 竟洗了官 如今一位好道 只爱烧丹面拱 愚者一概不在心上 幸而早年留下一子 名唤贾真 因他父亲 一心想做神仙 把官 倒让他洗了 他父亲又不肯 回原寄来 只在都中城外 和道士们胡颤 这位真爷 道生了一个儿子 今年才十六岁 名叫贾荣 如今 静老爹一概不管 这真爷 哪里肯读书 只一味高乐不了 把宁国府静翻了过来 也没有人敢来管他 再说荣府你听 方才所说一事就出在这里 自荣公死后 长子贾代善洗了官 娶的也是金陵氏 熏使侯家的小姐为妻 生了两个儿子 长子贾舍 次子贾正 如今代善早已去世 太夫人尚在 长子贾舍 习着官 次子贾正 自幼酷洗读书 祖父最疼 源于以刻甲出身的 不料戴善临终十一本一上 皇上应许先臣 及时令长子习官外 问还有几子 立刻引荐 遂额外赐了这正老爹 一个主侍之贤 令其入不习血 如今现已生了原外郎了 这正老爹的夫人王氏 头胎生的公子 名幻甲珠 十四岁进学 不到二十岁就娶了七生了子 一病死了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 生在大年初一 这就奇了 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 说来更奇 遗落胎胞 嘴里便咸下一块 五彩晶莹的玉莱 上面还有许多字迹 就取名叫做宝玉 你倒是心奇异是不是 语村笑道 果然奇异 只怕这人来历不小 子兴冷笑道 万人皆如此说 因而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 那年周岁时 正老爹便要是他将来的志向 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 摆了无数 与他抓取 谁知他一概不取 伸手只把些脂粉拆还抓来 正老爹便大怒了 说将来九色之徒儿 因此便大不喜悦 读那时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 说来又奇 如今长了七八岁 虽然淘气异常 但其聪明乖绝处 百个不及他一个 说起孩子 话来也奇怪 他说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我见了女儿 我便清爽 见了男子 便觉着臭逼人 你倒好笑不好笑 将来色鬼无疑了 与村悍然立色盲指道 非也 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 大约正老前辈 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 若非多读书时事 嫁以智之格物之功 悟道参玄之力 不能知也 紫星见他说的这样重大 盲情叫奇端 与村道 天地生人 除大人大恶两种 愚者皆无大义 若大人者则应运而生 大恶者则应结而生 运生是智 劫生是微 遥 顺 月 汤 文 武 周 赵 孔 孟 董 导 韩 周 程 张 朱 皆应运而生 赤友 贡公 杰 赵 赵 始皇 王莽 曹操 环温 安禄山 秦快等 皆应结而生者 大人者修至天下 大恶者挠乱天下 清明灵秀 天地之正气 人者之所秉也 残忍乖辟 天地之邪气 恶者之所秉也 今当运龙坐勇之朝 太平无为之事 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 上至朝廷 下及草野 比一比皆是 所欲之秀气 漫无所归 遂为甘露 为河风 恰然盖及四海 比残忍乖辟之邪气 不能荡意于光天化日之中 遂凝结 充色于深沟大鹤之内 偶因风荡 或被云催 略有摇动感发之意 一丝伴侣物而泄出者 偶之灵秀之气是果 正不容邪 邪父杜正 两不相下 亦如风水雷电 地中 既欲 既不能消 又不能让 避止搏击先发后使尽 故其妻亦必富人 发泄一尽始散 使男女偶 并此气而生者 在上则不能成人人君子 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 智之于万万人中 其聪俊灵秀之气 则在万万人之上 其乖僻谐不尽人情之态 又在万万人之下 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 则为情吃情种 若生于师叔清平之族 则为意识高人 纵在偶生于博作寒门 断不能为走足贱仆 甘遭庸人屈致驾驭 必为其幽名差 如前代之许由 陶钱 阮吉 姬康 刘陵 王羲二族 顾虎头 陈后主 唐明皇 宋徽宗 刘亭之 温飞清 闽南宫 石曼清 柳其清 秦少游 近日之泥云林 唐伯虎 柱之山 再如李归年 黄帆绰 静心魔 卓文君 红福 薛涛 崔英 昭云之流 此间异地则同之人也 紫星道 依你说 成则王侯败则贼了 于村道 正是这一 你还不知 我自革职以来 这两年便游个省 也曾遇见两个异养孩子 所以 方才你一说这宝玉 我就猜着了八九 亦是这一派人物 不用远说 纸金陵城内 钦差 金陵省体人院 总裁真家 你可知吗 紫星道 谁人不知 这真府和贾府 就是老亲 又戏是娇 两家来往 极其亲热的 便在下也和他家来往 非止一日了 于村笑道 去遂我在金陵 也曾有人见我到 真府厨馆 我进去看其光景 谁知他家那等显贵 却是个富而好里之家 倒是个难得之馆 但这一个学生 虽是启蒙 却比一个举业的还老沈 说起来更可笑 他说 必得两个女儿 伴着我读书 我方能认得字 心里也明白 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 又常对跟他的小私们说 这女儿两个字 极尊贵 极清静的 比那阿弥陀佛 原始天尊的 这两个宝号 还更尊荣无对的呢 你们这啄口臭舌 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 要紧 但凡要说实 必须先用清水香茶 竖了口才可 设若失措 便要凿牙穿塞等事 其暴虐浮躁 顽劣酸痴 种种异常 只一放了学 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 其温厚和平 聪明文雅 竟又变了一个 因此 他令尊也曾下死吃楚过几次 无奈竟不能改 没打得吃疼不过时 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 后来听得里面女儿们拿他取笑 因何打击了 只管叫姐妹作甚 莫不是求姐妹去说情讨饶 你岂不愧些 他回答得最妙 他说 急疼之时 只叫姐姐妹妹字养 或可解疼 也未可知 因叫了一声 便果绝不疼了 遂得了秘法 每疼痛之急 便连叫姐妹起来了 你说可笑不可笑 也因祖母溺爱不明 每因孙辱师则子 因此 我就辞了馆出来 如今在这寻言御史林家作馆了 你看 这等子弟 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 从师长之归贱的 只可惜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 紫星道 便是甲府中 现有的三个也不错 郑老爹的长女 明元春 现因贤孝才得 选入工作女史去了 二小姐乃舍老爹前妻所出 明迎春 三小姐乃郑老爹之术出 明探春 四小姐乃宁府真爷之宝妹 明幻西春 殷师老夫人 极爱孙女 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 听得个个不错 于村道 更料在真家的风俗 女儿之名 一介从男子之名命字 不似别家另外 用这些春红相遇等燕子的 何得甲府亦乐此俗套 紫星道 不然 只因现今大小姐时 正月初一日所生 顾名元春 于者方从了春字 上一辈的 却也是从兄弟而来的 现有对证 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 吉荣府中社 正二公之宝妹 再加十名换贾免 不见时 你回去戏房可治 宇村派案笑道 怪到这女学生 读志凡书中有敏字 接念作秘字 美美如是 写字欲证敏字 又减一二笔 我心中就有些疑惑 今听你说的 是为此无意义 怪到我这女学生 言语举止令是一样 不与近日女子相同 多其母必不凡 方得其女 今之为荣府之孙 又不足含义 可伤 上月竟亡故了 紫星探到 老姊妹四个 这一个是极小的 又没了 长一辈的姊妹 一个也没了 只看这小一辈的 将来之东床如何呢 宇村道 正是 方才说这郑公 亦有贤玉智儿 又有长子所宜 一个若孙 这社老境无一个不成 紫星道 正公既有育儿之后 其妾又生了一个 道不知其好歹 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孙 却不知将来如何 若问那社公 也有二子 长命假脸 今已二世来往了 亲上做亲 娶的就是 郑老爹夫人 王氏之内侄女 今已娶了二年 这位脸爷身上 献捐的是个同知 也是不肯读书 于世路上好积便 言谈去的 所以如今只在 乃叔郑老爷家住着 帮着料理些家务 谁知 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 道上下无一人 不称颂他夫人的 脸颜倒退的一摄之地 说模样又极标志 言谈又爽利 心机又极深细 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雨村听了 笑道 可知我前言不妙 你我方才所说的 这几个人 都只怕是那正邪两腹 而来一路之人 未可知也 子星道 血也罢 正也罢 只顾算别人家的账 你也吃一杯酒才好 雨村道 正是 只顾说话 竟多吃了几杯 子星笑道 说着别人家的闲话 正好下酒 极多吃几杯 何妨 雨村向窗外看到 天也晚了 仔细关了城 我们慢慢地进城再谈 未为不可 于是 二人起身 算缓九诈 方玉走时 又听得后面有人叫道 雨村兄 恭喜了 特来报个喜信的 雨村忙回头看时 要知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二回 贾夫人先是扬州城 棱子星眼说荣国府 优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